大家好 都是我施健章 继续比赛马深水的时间 来着3月10日的博物谷赛事 刚才介绍了第2场的四班浪龙零位赛事 那场如果你不适合深水的话不要紧 我继续有四班一千的赛事 在第6场介绍给大家 这张画非常中心 一直表现得很好的 但是差一点点运气 我觉得他这次仍然是有机会的 说什么呢 马上看影片吧 给大家介绍的那一只 不用说都知道是哪一只 11号的旅游拿督 其实这只马金季都很准确的 5次1千都没有Win 全部都PACE 11号的红黄色衣服那一只就是他 第五位 现在是第五位 前面放的白色衣服那一只就是你知我姓的9号 10号的炮子胆就是蓝色衣服那一只放在头上 1号的彭棒声 两只在前面斗笑 其实回来都是没有的 开始转回到直路的时候 那只你知我姓的 这段时间他在中档那一路推就已经有反应了 过了炮子胆和彭棒声 那只红衣火王就在内篮那里鬼鬼祟祟 以为可以限制了 但是旅游拿督在外面的冲刺劲过去 但是在外面的冲刺劲也没办法 因为他怎么都过不了红衣火王 那就没办法了 上次都是开不了齋了 结果就来了香港这么久 都是跑上一次第二了 但是你看到他的走势 一样都是很肯跑的 你知道其实其他马有什么理计 或者有什么不是很实在 跑得不太好的话 这只马是有机会的 所以简胆我觉得这只相对稳定 还有他这次有个轻绑六档 那都是可以找火车搬骑 希望他可以开到齋了 那脚方面另外这几只提供了 刚才看到红衣火王和你知我姓 都是要去选择 不过今次两个档都是排得不好 红衣火王10档 上次有蓝 今次蝕档要下口填太安 你知我姓上次赢 都是有些说服力 不过就更惨 今次有个12档要下口功夫 不过有个数据可以给大家 今季B蓝的1,000除了5档之外 胜出率最高居然是12档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这只马有实力的时候 是否可以拼一拼呢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应该没有上次那么热 还有正本欢心上次也介绍过给大家 千亿输逼一日 这次跑1,000 配合陈家熙 减7磅 如果你说赢的话 可能都会差点 但是拖脚的话应该相对稳定 这场提供就是用红衣拿督做胆 脚拖正本欢心 红衣火王和你知我姓 最近我们两位拍档的提示 都是很准的 我上次也有少少爪幕 希望大家 这次都可以跟我们的提示 就赢得多些 除了看我们的提示之外 我两位拍档的 Maffer和阿鵬 那些你就不看了吗 是不是 还有记住 你是会员的话 就看我们的独家推介 不是会员的 快点做会员 如果你做了会员的 还有就是 做那四部谷 不再多说了 OK 希望大家 星期三的 科学谷赛事 大家一起赢爆马会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